前年7月28日上環發生警民衝突 15人被控暴動全部聚成 法官裁決時看到 不認為被告當日是逃經現場 而是自願留在現場 又認為他們身上帶有裝備 可以反映出參與程度 案件額後到下個月底判刑 有進化報導 開審前已經認罪的被告何柏耀 獲准繼續保釋 其餘被裁定暴動聚成的14名被告 就不准保釋由籌車押送離開 案發在2019年7月28日 在喳打花園集會結束後 上環一帶爆發警民衝突 有44人被控暴動並分成3案處理 其中15名被告被指在 上環摩利神街和文華里之間的 江樂道中和德福道中一帶参与暴動 法官斂錦洪裁決時後提到 案中被告当時正身處示威人士的防線入面 共同進退 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偶爾途經文華里 認為他們有足夠時間從不同的途經離開 潘池又提到當日下午6點起 上環一帶已經爆發大大小小的衝突 即是一個完全不接觸社交媒體的人 當時身處現場都不可能看不到現場的路障 和聽不到衝突的聲音 唯一推論就是被告選擇留在現場 廉錦洪又提到 案中被告當日的衣著和現場的示威人士相似 認為有在掩飾容貌混入示威人群裏面 而他們身上的裝備也都反映出他們的參與程度 例如被告梁志鵬持有生理鹽水 並為在場人士洗眼 雖然可以解讀做好心的薩瑪利亞人的善行 但也可以是出於對同路人的關心 鼓勵其他正參與暴動的人繼續反抗警方的執法 另外被告張文熙也因為藏有激光筆 被家控管有攻擊性武器也被裁定罪成 法官將案件押後到下個月31日判刑 以等候各名被告的背景報告 有時電視記者有進化報導